孩子哭闹怎么办 这是一个好问题 也是家长们常常问的问题 所以首先我要告诉家长 你不要纠结 之所以很多家长问问这个问题 就说明很多家的孩子 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 孩子为什么哭闹 他哭闹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到孩子哭闹的时候 实际上他给我们发出 一个求救的讯号 他说我需要帮助 那我们怎么能帮助他呢 我们就要找到原因 找到原因以后才能对症下药 那孩子哭闹呢 无非他有几种原因 可能是饿了 可能是累了 无聊了 或者想要什么东西没有拿到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无论如何 我们做家长的 首先要找到原因 然后予以正确的回应 这点很重要 这个回应呢 是合适的 是正确的 所谓正确就是合适的 是符合孩子年龄的 那孩子哭闹 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 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孩子 从消极的情绪里变成 稳定下来 成为一个积极的情绪 这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你看有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三岁了 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他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有限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 他能够忍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所以他就需要一个成熟的生命 比他成熟的生命来帮助他 也就是我们做父母做老师的 那通常呢 都是孩子一哭闹 大人也就急了 然后大人也开始 不能说哭 但至少也是会发脾气的 那这样下来呢 就会消极对消极 其实孩子哭闹 孩子发脾气 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 我们成人不也经常是 遇到孙心的时候 也会发脾气吗 甚至也会哭闹吗 我们知道控制自己的脾气 是何等的难 但是呢 发脾气 生气 这些是我们都不喜欢 却有没有办法 克服的人性的副产品 那同时呢 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人实在是有限的 我们都已经生活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丰富经验的人 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何况 刚刚 人生刚刚起步的孩子呢 所以 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过这样的瓶颈 所以那个时候 我很幸运的是 我找到了神 找到了一个更高的生命 在神那里呢 有生命之灵的律 祂可以规律我 可以让我无法脾气 那 同样的 我们的孩子 他也需要 人生阅历比较丰富的 能够控制自己的成人 来成为他的帮助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